我和前面两位弟兄一样 在这个毕业的聚会里 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 非常非常的受感动 我们也实在感谢主 借着在主恢复中有壮年成全班 实际上的成全了 主恢复有心的弟兄姊妹 我们同时也愿意 在场还没有参加过训练的 把握70岁以下 因为过了70岁 我们就不收了 还有机会的时候 赶快参加训练 那在这个快要结束了 我想送给在座的毕业的学员 两处的圣经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13节14节 经文希望你们记得住 提摩太后书一章13节14节 我先念一下 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 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写于主后67年 也就是保罗殉道的那一年 这一卷书写在保罗的殉道前 当时照会是处在败落的时期 那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样说 你从我听的那健康话语的规范 请注意 那健康话语的规范 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和爱持守着 有一个东西保罗要提摩太守住的 就是健康话语的规范 接着14节 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保守那美好的托付 健康话语的规范 给提摩太的不仅要他守 而且说这是美好的托付 当然在历史上 我信提摩太守住了 如果你注意提摩太后书 一章写完就是二章 保罗继续说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从我听的 要交托 要托付那能忠信教导别人的人 也就是这个美好的托付 我们守住的健康话语的规范 要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不过历史上告诉我们 在照会败落 虽然有忠信的守 忠信者在守住 但是呢 至终啊 照会堕落到非常黑暗的时代 那一直到16世纪改教 才开始逐渐的恢复 但是即便在恢复啊 走得很慢 一直到20世纪 到了你弟兄 到了李弟兄 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 这个健康话语的规范 重新向着主的恢复 完全打开 已经恢复到早期使徒 使徒们所在的 所看见真理的水平 那这不是一件小事 那这不是一件小事 李弟兄在离世前啊 就把这个健康话语的规范 定位成八大项的真理 第一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第二 包罗万有的基督 第三 终极完成的那灵 第四 神圣永远的生命 第五 照会 第六 基督的身体 第七 神与人的构成 就是团体的神人 第八 新耶路撒冷 终极完成 新耶路撒冷 我今天愿意再一次的提醒训练过的学员 我们训练中给的主科 就是这八大项的真理 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健康话语的规范 达密在翻译的时候 这个规范啊 它是翻钢药 钢药 今天大家有留意啊 在主恢复中 无论什么聚会 一年两次读经的这个训练 或者其余五次 特别的聚会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全部都是健康话语的钢药 也可以说健康话语的规范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 你感觉如何 每一份的钢药上百处 甚至到千处的圣经节来证明 我们向圣徒们所传的 这个圣经的真理 这不是一件小事 这不是讲感觉的话 这完全就是把神的心意 说在神的儿女们中间 神的话说到哪里 他就是希望 照会能达到哪里 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心腹一定要预备好 基督的身体一定要建造起来 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全地所有的神的儿女们 紧紧跟随 健康话语的规范 那当然我也要为着 没有参加过的训练的弟兄姊妹说一点 光是特会 光是训练参加 固然是好的 但是绝对是不够的 因为这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 细致的蓝图 这个只有在我们青年般的训练 和这个壮年般的训练 会在很短的时间 把这个课纲 这个规范 完整地摆在神的儿女们中间 鼓励大家不要轻率 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能蹭的就是今天 今天唱了一首诗歌 蹭今天嘛 蹭着现在嘛 蹭着现在 不多的日子蹭着现在 有一个东西是一定要进去的 你不进你也要进 这个时代不进去来世也要进 这个时代没有构成 来世也要被构成 这个神社的话 要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结果 一个果效 就是让基督的身体 能全面地建造起来 让媳妇那个完全预备好 这不是一件小事 那对于已经毕业的弟兄姊妹 这个求主怜悯 在课纲上 姑且这么讲 这个规范上 我们要很细致的 借着一年七世特会训练 这个竭力的追求 也借着全台众教会目前 希望二十年把生命读经读完 每周两篇 跟上去 跟上去 不要毕业了就放松了 我们要跟上去 一生被神圣的真理构成 将健康话语的规范 牢牢的守着 保守这个美好的托付 这是主托付他的恢复者 今天托付我们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愿神祝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